雲林上腸 茂骨肝戰 非常難得的是我們的雲林物流中心 跟我們四川那邊的武東風集團 共同的合作 那我們將農民所有的茂骨肝 能夠整理收集在我們這個永昌的合作社 在這裡做整理 而且在這裡做守航 那今天非常開心就是我們啟動 國外外銷的這樣的一個通路 那今天是一個封櫃的儀式 而且這一次我們大概有兩個貨櫃 每一個貨櫃大概有兩千兩百箱 大概有四萬公斤 所以今天是我們的首航 那未來我們的雲林農產物流中心 跟我們四川那邊的武東風集團 共同簽署長期的合作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合作 我們能夠讓我們農產品 產銷能夠更加的穩定 除了我們在國內的這些消費地 跟產地之間的媒介之外 媒合之外 我們也希望打開這個國外的通路 那這一次是我們的首航 那當然除了在中國大陸 四川之外 那我們還有其他省份 也目前在積極的接洽當中 那包括美國的關島 我們也在積極的媒合當中 那我們希望就是我們要達到幫農民 解決他們產銷過剩的問題 那打開這些通路 讓我們農民沒有後顧之憂 那未來我們也希望做計畫性的生產 能夠跟所有這些團體能夠 契作契銷 保障農民的收入是穩定的 所以呢 兼顧農民的收益啊 我想我們不分黨派 包括今天有非常多的 我們包括國民黨團 還有我們成信聯盟 一起來 都是希望來推動我們 雲林縣的這些農產品 那我們斗六市的市長 還有我們斗六市農櫃 張喬副總幹事 以及谷坑鄉的陳勝橫鄉長 還有我們的這個 袁志謙總幹事 大家齊力合作 包括所有的議員都站出來 那我們副縣長 一直都在谷坑鄉生根 所以呢 他對於我們雲林縣這些農產品 也是非常的了解 而且過年 這段時間就是茂骨乾最盛產的時候呢 我們希望齁 就是無論是把我們的這個 大吉大利啊齁 這樣好的象徵的茂骨乾呢 推銷到我們國內的市場 國外的市場 大家通力的合作 幫我們農產品齁 解決燃美之急 希望能夠產銷能夠平衡 希望能夠產銷能夠平衡